謝謝 謝謝 在龍山寺被拖到旁邊的陳晴 阿伯又來找陳時中了 決見陳時中一開始有些錯愕 接著收下陳晴資料 和平 化解 陳抗 繼續面對在野黨窮追 猛打的疫苗採購爭議 不忍陳時中被疫苗價格 釘得滿頭包 指揮官王必勝 接受專訪 強調政治和選舉 儘量別干涉防疫 公布價格 代表違約 回答口徑 跟陳時中一致 被炮轟指揮中心淪為競選辦公室 沒否認指揮中心淪為禁辦 不過前總統陳水平也看不下去 一度怒批陳時中踏著近萬具屍體 進軍北市府的說法 王必勝也跳出來護 這話講得太重 太重 好像說都是怪罪陳部長 我覺得這個對我們來講也很受傷 指揮中心從上到下護著前指揮官 讓台北市長柯文哲從一而終的質疑 疫苗採購有貓膩 藍白猛攻陳時中 但是綠營輔選高層認為 疫情議題和台北市政發展 並無直接關係 怎麼打可能也傷不了陳時中 這個叫故作鎮定 因為疫苗牽涉到的是陳時中 這個人的誠信問題 他一個人連基本的誠信問題 都沒有的話 那他為什麼可以出來角逐市長呢 沒什麼好不能公開的陳時中 遇到高端就轉彎 更把合約當成擋箭牌 大玩文字遊戲 耍得國人團團轉 說穿了 這就是大家最熟悉的陳時中 藉登記員林辰佑 台北報導 旺旺水神抗菌液 他在整個的物化器裡面 就持續的噴霧清潮 非常安全也不會傷身 你直接接觸你的肌膚 也都沒有問題 沒有疑慮的 可以上快點GO 還有這邊有蠟七的推薦代碼 CTI567 CTI我蠟七 可以享有折扣優惠 請大家好好把握囉